《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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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上上还是喜欢这种创新的点 还是喜欢这种挑战 就是挑战这不一样的东西 他是改叛无命用的一个人 他真正的生活博乐 如果说没有他的话 现在还是能不能混在这地方 你刚来的时候确实很迷茫 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 也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梦想是什么 后来就找到一个出口 比如说写剧本写小说 然后渐渐地就有一个目标了 写了一个网络小说 叫《微信时代的王毅爱情》 这个小说它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就把我约到他那个工作室 他认为改变那个电影 应该是还可以的 其实他那个片段 我觉得很利冲孔雀 其实他的风格都一样 它是一个喜剧的方式 把它给表现出来的 反正都是北漂的这种心酸 做编剧来说 你和顾老师他合作了 《微爱》以后 我觉得对于编剧这个 你肯定收获信心 然后你演唱成 对你来导演转型 我觉得也是收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第一次做导演 你不可能就有太多的经费 所以说还是采取了一个最保守的一个方式 确实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这种单场景 看能不能把这个故事给它讲通 我的创造灵感基本上来一些生活中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在公交车上就看到一个女孩 他给一个民工在一个公交车上给让了个座 笑着说 做好事吧 然后你就给我让了个座 那个民工一直在看着这个女孩 她那个背影 如果说这个民工 他和那个女大学生下车以后 能不能再产生这种一个故事 后来 你跟你的男朋友在外国语大学内这样下车了 然后 我猜啊 你们肯定是那个大学的学生 能到你们学校里去打听 后来我终于打听清楚你的情况了 野长城他算一个试验电影 他讲的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民工绑架了一个女大学生 然后呢 这个女大学生啊 又想办法救这个组组 其实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题就是 就表现一个民工 他在情感世界的那种绝望 还有在爱情方面的这种挣扎的一个状态 还有一个两个对立阶层 就是从大学生到民工 这两个阶层 一个民工和一个女大学生 能不能合适吗 能不能就是在一个事业性的一个电影 在过程中能不能产生一个互相包容啊 互相理解的这种电影上的一个感觉 在单一场景这个故事 能不能让观众看下去 这个是很担心的 世上无难事 只要盘灯 口碑是两句话有的人说挺好的 就是你在一个单场景 而且就挑战了一个类型 而且还能看到这里面的一些内涵 民工的这个情感世界 对人工的这种关怀 还有对这个现实的这种关心 爱情的东西 不是合适不合适 需要是 其实做野的话 可能就是你把民工的这种生存 还有大学生的这种生存 说得很明白或者很透彻的话 其实是可以做得更野的 而且呢就是说在演员的这种就是表演啊 还有一些设计的场景上 也可以做得更野 但是确实是 还是把它做得比较保守一点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探索的这个点 还是有一定的创新的这个东西在这里面 它也是给了就是年轻导演一个方向 去尝试这个新的类型 你肯定就有冒险的精神在这里面 如果你拍得好的话 我人家认为你很惊艳 如果说你拍得不好的话 人家认为这个玩砸了 反正都有这个挑战性了 《野上城》它这个是入围了一个探索奖 我觉得我身上还是喜欢这种创新的点 就是还是喜欢这种挑战 就是挑战这不一样的东西